印度空军大概是这个蓝色星球上最奇葩的一只空中武装力量了。 说到印度空军,除了人尽皆知的能衰外,其强大的购买能力,也广为人知。 在亚洲地区,印度空军应该是装备品牌最为繁杂的空军。 其军用飞机有美国的、俄罗斯的、法国的、英国的、德国的、巴西的、以色列的、甚至还有斯洛维尼亚的。 总之,在买飞机这件事上,印度空军是专业的。 这份专业令印度空军深受跨国军火伤的欢迎。 最近洛马公司就为印度空军送上了一份难以拒绝的诱惑。 印度空军定制版F-21战斗机 据检释防务周刊讯息,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日前向印度承诺。 如果印度空军最终选择了洛马为印度空军量身定制的F-21及F-16印度专攻版战斗机, 那么洛马将为印度空军提供全球专属运营权。 其除了印度空军,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空军都无法购买F-21战斗机。 印度空军将成为全球唯一一个F-21战斗机客户。 当然,这种高度个性化定制的代价也不菲。 印度必须以180亿美元的价格,购买114架F-21战斗机。 少一架都不行。 全副武装的F-21效果图,看上去还是挺唬人的。 熟悉的配方。 熟悉的咖喱尔。 180亿美元,买114架战斗机。 平均一架1.57亿美元。 这什么概念? 美国国防部最新采购的一批F-35A战斗机,单价不到8000万美元。 俄罗斯国防部计划采购的第三批苏57战斗机,单价3470万美元。 粗略计算一下。 洛马打算卖给印度的F-21战斗机。 一架能换两架F-35A战斗机,或四架苏57战斗机。 作为一款魔改四代机。 F-21,真的很有牌面。 普京。 我们的苏57支买4000万美元哦。 考虑一下。 印度空军会愿者上钩呢? 现在来看还不一定。 目前,印度空军先进战斗机专案,还在招标当中。 竞标机型除了洛马的F-21外。 还有瑞典萨伯公司的JAS-39英诗意, 俄罗斯米格公司的米格35, 美国波音公司的超级大黄蜂, 欧洲战斗机公司的台风这四款战斗机。 不过同上述几家公司, 在今年春天搬加罗尔国际行展上的态度来看。 最有希望拿下订单的, 就属洛马F-21了。 从宣传资料到模型精细程度, 都全面碾压其他友商。 主动程度让印度都有些受宠若惊。 实际上从综合性能而言, F-21相比其余几款竞标机型, 并没有太多优势。 F-21之所以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。 主要原因是, 洛马愿意在印度生产F-21, 并且给印度空军搞了一些花里胡哨的专属配置。 这就让印度空军很满意。 而其他竞标厂家, 在这两方面上, 都不如落马。 如此一来, F-21虽然贵到令人瞠目, 但还是深得印度空军赏识。 至于价效比, 印度空军似乎不太在意。 从阵风到阿帕奇, 没有一款是便宜货。 印度空军照买不误。